AG年总部租界 猫神 空爵跟狐神 迎来关键时期 Estar租界心狠 九尾不上场 疑似要退役 狼队LoveCD红温开团先捉 DYG主教练有点自食恶果 输了比赛还败人品 伴随着新赛事年度总决赛即将打响 大名单也是公布出来了 AG不租界 意味着猫神 空爵跟狐神 迎来关键时期 这三个人下个转会期 想要找个好队伍 年总就必须打出该有的水平 要不然AG可能会卖不出去 同时狼队也确实租界了无畏 因为是大师组 所以他肯定会上场 不过有一个坏处 当无畏享受到狼队强力队友 回到京东可能会心态崩溃 Estar则是租界了心痕 估计是坦然有可能要走的原因 TTG主教练换成了DGC 感觉天狼星变化都挺大 九尾没上大名单 一次真的要退役了 EDGM爱斯下课 Awak执教 AG细赛逊组也该崛起了 然后狼队LoveCD红温开团先捉 起因是队伍在打杯赛的时候 基地的网络出现了卡顿 导致打野选成了亚瑟 LoveCD第一时间申请重开 赛事方同意 DYG那边却不乐意了 LoveCD自然是红温了 直接先捉派上一队主力 把夏季赛的步手全发泄出来了 真打呀 不是重开了吗 真打真打 DYG不让重开 DYG不让重开 不是 什么情况呀 是超时选错了吗 超时选错了不是说重开吗 然后DYG不让重开 对呀 然后就这样子打 真打呀 哎呀我操了呀 那我看一下 我得好好我坐起来看 那CT不红了吗 那CT不爆炸了吗 不喷人吗 黑马 总的来说 年总有可能会出现黑马 毕竟大家都在进行轮换 不过AG用的都是自己队伍的人 猫神还是双位置冠军 狐神的个人能力也不差 就看空绝了 至于其他队伍都是在试错 比如E-Star租借星恒 到时候坦然要是选择要走 他们也可以考虑买星恒 最后大家觉得 年总谁的纸面实力最强呢 我们的项目